洗完頭後的髮質保養 洗完頭一定要馬上吹乾嗎? 吹髮技巧或者是護髮方式 那些我都不太在意 我現在最在意的就是我 現在最在意的就是我有點 小微凸微凸這樣M型凸 所以我現在只要洗完頭 我就會大量在我的頭上噴這種 然後生髮 生髮上的養髮液 大量噴這樣大噴可噴 看到這所有都滿滿的都是生髮液之後 你知道平常噴這種生髮液才放起來的時候 就必須再洗自己頭去 因為整個頭都會是那個太多保養品的感覺 就是一條一條的很像大出油 可是現在就可以用一大堆然後長起來也不用把它洗掉 因為根本就沒有要出油 還沒在用美容 我現在就用這個電流的用這個 M型凸震 然後讓那個 身髮還可以刺進去 然後就是開醉墊 按摩那個毛囊 刺激它增長這樣 就是男生的這個 不管男女啦 就是髮技線都好重要耶 就是髮技線漂亮的話 髮技線都好重要耶 我也有很多的產品跟大家介紹 在吹頭髮前 它們也有出一系列的潤絲 我特別喜歡的是這一瓶 在吹頭髮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抹在髮尾 然後吹乾的時候可以達到頭髮的柔順的效果 它也有出的是頭皮的美容液 這一瓶我也非常的喜歡 我們在洗完頭之後呢 我們可以均勻的用這個地瓶 去塗抹我們的頭皮 抹完之後呢 我們用我們的指數輕輕的做按壓 因為它是免沖洗的 所以我們按壓完停滯 大概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吹風機把頭髮吹乾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完成在家的保養 哈囉 我是髮西斯打貝拉 像我洗完頭的保養方式呢 尤其是像我這種 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樣 就是屬於這種瓢染的頭髮 所以它是屬於那種多孔性髮質 所以它是需要很多外力的產品 然後去做修復 它才可以保持這種光澤感 那像我第一道手續呢 就是洗完頭還是頭髮在半濕的狀況 我會先插上這個 大概差不多幾個 三下 因為其實我的頭髮是算蠻多的 三下 然後在施髮的時候 然後先整個均勻的 就是插在我的頭上 接下來我第二道手續會用這個 UTA的護髮肌油 它的系列是 Ring In Work 宇宙漫步 讓它這個東西 它所可以改善我們的毛罩 然後增加我們頭髮的光澤 還有抗熱 再來呢 它不會很油 所以你在塗抹的時候 它是整個是很清爽的 哈囉各位BOG 朋友大家好 我是髮型師LOOK 洗完頭髮後 也一定要馬上把頭皮跟頭髮吹乾 我發現很多女生因為頭髮多頭髮長 她們會用毛巾把頭髮包起來 等到翻開之後再吹 但這個動作其實會讓頭皮跟頭髮 一直處在一個潮溼的環境 長時間下來其實頭皮很容易會有個頭氣味 以及油垢味 嚴重一點 甚至會長濕疹 血 或是痘痘 頭皮會變得非常的敏感脆弱 所以我建議大家洗完頭皮 一定要馬上把頭皮跟頭髮吹乾 讓你的頭皮是比較健康的 頭髮才能處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生長環境 接下來我要教大家正確的吹頭髮方式以及技巧 很多人拿了吹風機之後呢 就不太會吹頭髮 因為他們覺得吹風機很重 舉久了手又會痠 那其實有一些角度 你去把它避免掉之後 你會發現整理型頭髮會變得非常的順手 吹頭髮的第一個步驟呢 是先吹頭皮以及髮根 像我們在吹這邊的時候 我的左邊 我可以右手拿吹風機 面上我的髮根 用我的手現在是舒服 然後我可以藉著我手指的寬度 去把我的髮根撐鬆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吹 往後吹 然後一邊吹一邊 就脫了你的頭皮 然後這個動作 就可以把你的髮根撐鬆 所以我的右邊的時候 就換左手拿吹風機 一樣用我的右手 去撐鬆我的髮根 但後腦很多人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吹 我就是這樣倒過來吹啊 什麼什麼的 倒過來吹之後 你會覺得脖子很痠 腰很痠 手很痠 真的不需要 你只需要 換手 假設我要吹我右邊的後腦上 就是右手拿吹風機 吹向你的後腦 你的左手去撥它 頭稍微歪一下下 這樣子就好了 其實就會很順 把頭皮 以及髮根都吹乾之後 髮尾的七八分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順順地吹 但真的不需要倒過來吹 你只需要轉個頭 一樣這樣吹 就可以吹你的髮尾了 這時候髮尾吹完的頭髮 就會真的比較順 再來一個方法呢 就是你到最後面 差不多吹乾了之後呢 你可以用手去撥你的頭髮 然後利用吹風機的封呢 把你的毛泥片呢 整個尺度都是往下的 適合我做一些扭轉 再來頭髮的話 只是有個順便的補助 另外一邊演戲 就是往外 然後順順的 好啦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可以在自己家裡面 多多的練習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Vogue YouTube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